做算拜登已经81岁高龄 台下粉丝继续狂悍再四年 拜登造势向支持者取暖 但年纪真的不是问题吗 拜登这回接受电台访问 却还是又讲错话 口误自称是首位非裔女性副总统 拜登似乎是把讲贺锦丽的话 和要讲欧巴马的文字全部搞混了 公开场合拼拼突赛 拜登却坚持只有神才能让他退选 只不过根据纽约邮报报道 白宫访客记录显示 由帕金森市政权威专家 从去年8月开始至今 前后见了拜登医师又八次 如今有CNN记者分析 民主党事实上还有一对 不错的人选组合 而且还是女女配 那就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取代拜登 副首是曾来过台湾的 密歇根州长魏美贵 两人不仅可以延续拜登政策 两位女性还能抓住许多 特定议题案选民 而且都比川普败两年轻几十岁 而川普最近则相对沉默 CNN分析就是要让舆论 围绕在拜登不少未知数的选情 TVB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